好的你们好 我是小罗 那今天也是早上给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的这么一个免费的节点 今天是6月21号 这是小罗的频道快速科技 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一下小罗的频道 并打开那个小铃铛 那么小罗发送这个 最新这个免费节点的时候 或者最新免疫费的这个工艺机场的时候 那么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这个推送 好吧 我们看一下今天小罗筛选了多少个节点 这边的话283个节点 小罗的这个节点的话 都分享在我的博客 我的博客 以及我的这个网盘上面 都是有的 我们简单的去选一个节点 做一个测速好吧 我们这里找到 这里有香港 我们试测试一下 测试一下 香港的节点怎么样 是同样啊 是同样的 4k 好吧 这个节点有点卡啊 到底说应该卡呀 电脑的问题啊 说三万七这个速度的话 自动的话12k啊 自动的话12k 我们试一下4k能不能啊 4k的话 也是可以看 我快进行一下 速度还是比较不错的 今天的话密码的话是1901219012好吧 我们换一个节点 做一下测试 这个香港的节点好像不是太速度太快 我们是设置一下这个台湾的这个节点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台湾这个延迟比较低 我们测试一下 发信一下 这个速度好像还要快一点啊 27,000 快进一下 3万啊 看下面47,000 哎 这个比刚才那个节点要好很多啊 自动的话也是22k 这个节点 你看就比刚才那个快多了啊 5万多 看一下 比刚才那个节点速度还要快一点 好了 这边的话就啊 不去做这个多余的节点的测试了啊 这边节点的话 今天是 看一下 以283个节点啊 有香港的美国台湾日本啊 等等 这些节点都有啊 也希望大家多多去关注一下小罗的频道 快嘴科技啊 小罗也是在做这个免费节点的分享 以及一些其他的教程 以及一些公益性的免费机场 好吧 希望大家多多去订阅一下小罗 好了 我们明天再给大家做这个免费节点的分享了 我们下期再见